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會為大家做粟米肉粒 這道菜真是送飯一流 材料包括粟米蓉、梅頭肉、蛋、蔥、豉油、粟粉、糖和麻油 第一件事就是洗淨梅頭肉和蔥 將它們切成粒 之後用豉油、粟粉、糖和麻油調味 因為稍後會和粟米蓉一起煮 所以這次的調味會重一點 避免到時和粟米蓉混合後混淡 我現在將調味料和肉拌勻 醃至少30分鐘 醃好肉後 就可以在鑊上加少許油 開始炒香梅頭肉 一路炒的時候 肉真是香噴噴 我炒至表面焦焦 大約九成熟度 就會上碟 為何煮到九成就上碟 因為稍後會再煮第二次 現在到最後的步驟 首先將粟米蓉放在鍋上煮滾 等它滾的時候做什麼好呢 不如我們發定一隻蛋 等之後就可以立刻用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蛋漿 這個蛋漿根本是這個送的靈魂 一來雞蛋有營養 另一來就是可以令到粟米蓉變稠 更加令到粟米蓉可以黏住肉粒 送飯真的很棒 等待粟米蓉開始滾 這個時候加入剛才煮了九成熟的肉粒 再加上切好的蔥粒 把這些材料在鑊上攪拌均勻 因為有肉類 所以煮久一點不要緊 最重要是熟 順便可以把蔥的香味引出來 最後下蛋漿 把蛋漿平均地放在鑊上 然後用筷子很快地攪拌均勻 這個時候 你們會看到粟米蓉 由稀的液體變成稠稠的質地 我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我這次示範這個粟米肉粒 材料簡單 做法容易 味道一流 你們真的要試一下 雞蛋都去到差不多凝結的狀態 那就要關火了 不然雞蛋就會過腦 我給我近鏡大家看看 有沒有令你們蠢蠢欲動又想試一下呢? 這次我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讚好我這一段短片 謝謝各位